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剛剛那個把頭套出了一點意外 今天又到了那個鱷魚先生自言自語的時間 這也會同步上傳到YT 就是YouTube 然後呢今天要回答的問題叫做 鱷魚先生最一開始是怎麼認識老師的 我的理解是應該是怎麼樣一開始想要開始針對國小老師 因為老師很多嘛 有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那為什麼時候開始決定要服務國小老師 這是一個比較聚焦的題目跟問題 一開始啊 我做這麼多的卡片 現在是很多卡片 但是在當初啊這些卡片是從 每天一個一圖一文 在那個只有兩千人的撒下鱷魚粉絲團 FB 那後來呢就是 每天我就像在寫日記一樣 每天都PO一篇 然後他那個人數就從兩千變一萬 變兩萬變三萬變十萬 然後這件事情我就做了兩年之後 有一天我就把這個 早挑了六十張把它這樣子 自己人工這樣一張一張這樣子 配成一盒六十張之後 然後呢配了五百盒 花了我好幾天的時間 結果呢那個好像沒幾天喔 然後就遇到那個龍潭的副老師 我們的叫阿蜜老師 他就是剛好遇到暗暑假 他都會就月推 或者是月推廣的老師 跟他們圖書館的老師 那鼓勵小朋友借書啊 借月點數什麼的 還是這個當書籤我不知道 詳細的細節已經不可考了 那後來呢很快的 只要那個阿蜜老師他糾團 那個寒暑假 就把這個 我花了好幾天配的這個小卡 就一下子就賣完了 那後來我就繼續做這件事情 花了兩年大概七百天嘛 一年三百六十五 那配了那個 就把這個六百六七百張的這個卡片 不重複的圖文把它做成十盒的卡片 就這樣子開始 那後來就是 因為知道這個老師在學校會用 然後會幾點 或者是會變成 教室班級經營的小卡片 鼓勵小朋友的幾點的東西 的這個媒介 那後來我們就開始很聚焦 在這個東西上面 延伸 做他的海報 做他的學習單 跟做他DIY教室佈置的 那個美化教室的佈置的產品 那後來就是 一直聚焦在國小 國中老師也會買 尤其輔導師的老師 可是我們後來還是認為說 國小老師 比較多需要做這個 極點的工作 我們就開始一直做這個東西 那後來我也發現 奇怪為什麼 這個東西 因為認識了國小老師越來越多之後 他們老師們就會開始 還是許願建議這樣子 那所以才會越做越多 不然我們一開始是只有卡片而已 這一切的源頭 怎麼認識老師 怎麼要服務國小老師 這件事情 我的印象中 依稀是從這樣開始的 鱷魚有37萬的粉絲 也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後來我發現 你看這個正向正能量的東西 是普遍家長啊 校園啊 老師啊 比較願意使用 那對我們來講也比較有幫助 也是創作的優點這樣子 好接下來第二題 今天的第二題是 那個我要回答的是 鱷魚先生為什麼想要 鱷班說故事 所謂的鱷班就是 帶著鱷魚頭 然後到 有預約北中南的老師的班級 去對該班的小朋友說故事 對 那這些呢普遍是 鱷魚老師 然後鱷魚班級 就是說 老師已經用這個 我們的這些鱷魚的產品 在班上是跟小朋友互動 或是班級經營有成果 小朋友普遍能接受 所以 以縣市為單位 或是以區域為單位 然後盡量排在一起 那 我鱷班的時候呢 我比較 一趟下去呢 在舟車勞頓上面會比較 減輕負擔 那 譬如說 每個縣市就盡量集中嘛 嘉義線啊 雲林線啊 新北市啊 都集中在一起 然後呢 過去啊 我有發現啊 用我們這些小卡 或是文具周邊的老師 大概有三四千個 可是更多的老師是很低調的 然後他是 我從來 我不認識他 但是他幾乎每個禮拜 都會來買這些 原創的小物 我們自己畫的東西 那後來有些比較熟的老師呢 我就拜託他們 一開始啦 路班這件事情 我是拜託那個 我比較熟 然後比較認識 他是有聊過天啊 或是他有許願過的老師 拜託他讓我可以 進去他的班上 因為我看到他們會在 我們有一個 國小的老師的社團 FB社團呢 他常常會分享他的 教室佈置 鼓勵小朋友幾點的東西 還有小朋友的作品 學習單 還有正向閱讀的 相關的那個 產品的使用方法 那他都把它拍成照片 然後分享到社團 然後我就會拜託他說 那個老師有空 有機會的話 我們排一下 下學期可不可以 去你們班上 讓我參觀一下 拜託一下 因為是我要去學習 看他怎麼用 還是說 還有什麼東西是 我們沒有做 然後做的不夠好 或是還可以改善的 所以 路班有幾個原因 我第一個就是 路班呢 我是回饋嘛 因為他已經 平常已經買那麼多 所以我們就不收車馬費 不收終點費 我路班之後呢 我又希望可以記錄 看到我們做的東西 是不是用的對 或是跟我們當初想像的 有沒有一致 對不對 回來還可不可以再 再延伸或是改善 這是路班的 目的跟起心動念 那一開始是這樣 那後來因為這兩年 有疫情的關係 不管是實體的路班 或是線上的路班 我們都是 跟原本安排的 不受那個疫情影響 就是把實體改成線上 那之前呢 能夠現場的話 就盡量現場 那進去講故事的話 我都會講那個 國小階段就講 天生我才必有用 因為發現現在小朋友 普遍需要被鼓勵 沒有自信啊 然後所以呢 我就把我創業 或是在工作 或是在創作上面 有遇到什麼困難 然後化為 化備份為力量 然後給 透過路班說故事的時候 變成一個一個小故事 分享給小朋友聽 那也感謝老師 就是平常對我們 小鱷魚的照顧 回饋這樣子 所以 路班說故事這件事情呢 就是除了自己想要去學習之外 也想要回饋 然後分享 那個我們的故事給大家聽 這樣子 好 那你說這樣子的老師在全台灣 大概有好多 好多我還有不認識的 所以如果你也是鱷魚老師 你也有在支持我們台灣原創的鱷魚 請讓我知道 在下面留言 幫我們按讚跟分享 然後留言 鱷魚先生都會去看 然後也會親自回答 還會給你點愛心 謝謝大家